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农户穷困潦倒 宋沈宗一看 这可不行 得创收救国呀 思想前卫的王安石进言 国家这么穷 是因为财没理好 老祖宗的方法行不通 必须管控金融市场 加速货币流通 这样既能增加财政收入 又不影响民生 沈宗觉得靠谱 于是西宁变法开始了 王安石主要提出了三项法案 清苗法为农民提供低息抵押贷款 在庄稼青黄不接的年月 农民可抵押田里的清苗向政府借款进行生产 丰收时再归还本息 示意法通过政府囤货平易物价 政府收购滞销商品 在短缺时卖出 以稳定市场 避免商股坐地起价 农书法以政府采购调节供需平衡 在灾荒欠收物价高涨的地区 征集税款 到丰收的地区低价购买上购物资 王安石的思想与凯恩斯开创的宏观经济学有很多相似之处 二者都提倡国家干预经济 以平衡供求增加财政收入 但王安石的改革比凯恩斯主义早了近一千年 史书记载 王安石的改革已失败告终 清苗法阻断了民间资本进入农村金融市场 政府贷款机构主导了利率的调控 封建制度下 官员把利率从调节市场的工具 变成了谋取私利的手段 施义法抑制了寡头商人恶意台价 但政府比市场迟钝太多 无法及时根据供求变化确定价格 最终造成物价扭曲 军书法的理念固然先进 但在缺乏配套监管制度的情况下 政府官员的采购价格就是一个黑箱 成为腐败滋生的温床 对于王安石变法这段历史公案 大部分史学家的观点是 理想很丰满 现实很骨感 先进的经济手段或碍于历史因素实施困难 或由于政府过度干预导致市场失灵 都没有达到预期效果 今天的故事告诉我们 先进的经济学理念需要健全的配套机制 才能落地 达到预期效果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